来 来了 这么心有灵犀啊 我从苏州回来 你 你就赶快来 你到底想忙我到什么时候啊 我是怕你们担心嘛 就不想让你们担心 结果你们两个都过来找我 但你知不知道 你不跟我说我会更担心 对不起 伤得严重吗 你看都好了 都好了 没事了 你说没事了我会心疼 过来 过来 疼 我跟你说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的事情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知道吗 要不然这样我会更担心你 好吗 睡到了吗 睡到了吗 嗯 发誓 自己一个人在医院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呀 吃得好好睡得好 倒是你看你还安全那么重 是不是我不监督你睡觉 你就不好睡觉 我看不到你 就会失眠 睡不好 就会很想你 我也很想你 来吧 来吧 陪我睡一会儿 来啊 抱着你失效感觉正好 我 我都会随藏 我都会随藏 希望 能否 拼你 不是我的睡觉 你幸福的模样 你幸福的模样 就是我的太阳 牵着你手 走到天空 看天上闪着的光 爱就像一样 好好 看天上闪着的光 爱就像一样 好 不冷吧 还行 雪凌姐 倩倩 大希克 你怎么突然来了 哥 看倩倩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怎么能不来呢 干嘛你不欢迎我 欢迎啊 怎么可能不欢迎呢 你要是能离开明远来 我们凯曼 我更欢迎 这个事情倒可以考虑一下 真的呀 那我现在又给你安排 我跟你开玩笑呢 还当真啊 我还真给你安排啊 行了 有人替我陪着你 我就先走了 好 不来也行 你呀 就跟他学坏了 走了 哥 你慢点 嗯 好 谢谢 你哥天天来吗 几乎吧 我一生不远就把他给累坏了 他这样瘦苦瘦累 也是希望你能快点健康起来 倩倩 我听明轩说 你还是不肯动手术 雪凌姐 你就别劝我了 其实 我自己也没考虑好 如果这个事是真的 那我真该好好劝劝你 你走的这几年 大家过得都很辛苦 你哥 明轩 陆阿姨 还有我 雪凌姐 我不想说这些 我知道你也不想这样 要不是万不得已 我不会跟你说这些的 你是了解明轩的 她是个心思重的人 自从你走了以后 她没有一天不再责备自己 方笑愚 见她一次就损她一次 她也接受了 还有 她到现在都没有原谅陆阿姨 倩倩 我说这些不是要责怪你 我就是想告诉你 只要你健健康康的 大家才能安心 所有人都在惦记你 你一定要好起来 明白吗 我会的 梅菲 你找什么呢 你找什么呢 你问我 看我 有一张图纸不见了 办公室就咱们几个 也没见谁来过呀 你是不是忘在哪里了 再找找 我整个都找遍了 可还是没有 怎么了 有一张图纸不见了 不会是水色的概念图吧 可是我记得 明明就放在这儿 而且其他都在 最重要的那张不见了 你先别着急 好好想想 是不拿家去了 不可能 你们俩也帮忙找找 好 就设计图不是小事 莫莫莫 出来 怎么了 那天 除了咱们办公室里的人 还有沈佳琪来过 什么时候啊 那天她说要来找你 结果在你的工作台上 留了一会儿 鬼鬼祟祟的 背后还说她还藏了些什么 但是我没看清楚 你确定吗 确定只有她一个人 这种事情我不会乱讲了 要不 你去问问她 但是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 莫菲 莫菲 你也来泡咖啡啊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什么事啊 我要给夏总 你泡咖啡 她着急啊 我有事问你 不会耽误你很久的 那你问吧 要不我们去那边 好不好 走了 走了 什么事啊 这么神神秘秘的 非要在这儿说吗 夏总 佳琪 那天你去设计室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一张我的图纸啊 什么图纸啊 我那天去看你的桌子上 只有两本设计图册 我随便翻了翻 别的什么都没看到 我的概念图就在图册的下面 你没注意到吗 概念图这种东西 我还不认识吗 怎么了 我丢了一张概念图 可我清清楚楚地记着 它就放在图册的下面 你 如果你翻图册肯定能看到呀 我没看到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我说你再好好想想 你也知道概念图很重要 不 莫菲 你今天发什么疯啊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 我没有怀疑你 只是 那天只有你一个人来的设计部 你们组有那么多的人 你第一个怀疑的是我 莫菲 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会你 所以我自己才先过来问你的 而且如果事情闹大的话 大家万一掉监控 你可以去掉监控 你也可以去报警 但是我沈佳希发誓 我没有偷你的概念图 佳希 莫菲 咱俩的感情彻底完了 佳希 莫菲 你过来一下 莫菲 今天这笔账我记住了 概念图竟然那么重要 为什么不随携带着 明明是你自己保护不住的 被人偷了也难怪 早又一天 我 你这杯咖啡我等了 整整二十分钟 我还以为你去火星烧水去了 所以过来看看 没打扰你跟咖啡聊知情话吧 你还没打扰你 刚刚有点事情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了 还有 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刚刚说的莫菲跟概念图 是怎么回事 好 佳希 夏总监找我 听说你的概念图丢了 对 现在还在调查中 有什么头绪吗 还没有 我是明远的设计部总监 公司大小的事情都有我来管 凡是影响到明远利益的事情 我统统不允许发生 我不会听别人随便说什么 也不会听你推卸责任 丢设计图是一件大事 必须找到确凿的证据 我绝不偏思 还有 事情没有下定论之前 大家说话最好留点余地 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图 就是一张废弃的草图 就是一张废弃的草图 夏总监您放心 出了问题我来担当 有些责任我怕你承担不了 尽快找到结果通知我吧 好了 你出去干会儿吧 不得我 不得我 你不要 你不要 我 不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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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好漂亮的车室啊 从哪儿买的呀 哥 我是买的 帮我送的 送的 谁手这么巧啊 我知道了 是不是那个神秘女孩啊 看来是真爱啊 哥 你快跟我讲讲 我太好奇了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连我都不能说吗 哥 你告诉我呗 我太好奇了 让你变成这样 以后有机会了 我会给你介绍的 这得到什么时候了 你跟我说说 她是什么样的人呗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乖乖的 就是把病给养好了 以后有机会了 我以后所有的女朋友 我都一个一个的 给你介绍 行不行 你又没正经 肖医生说 你随时有可能晕倒了 不能在家常住 所以她要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可不准耍赖 啊 好 好 真的是 在医院住得好好的 干吗非要出院呢 医院最好能有家里好吗 在家我能天天见到你和爸爸 哥 如果爸回来了 你是不是就不肯回家住了 我会每天去看你的 我会每天去看你的 你还是不肯原谅爸爸 这辈子怕是不可能了吧 你为什么 你是不是 我已经跟从我 走过去 标记了 你只有在我 你没有实在 你真的做过去 你 她就像她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其实这几年 他们未必真正快乐过 他快乐不快乐那是他的事情 我原谅不原谅他 那是我的事情 你就嘴硬吧 你知道爸最在乎的人就是你了 你跟他简直一模一样 一样的倔脾气 好 你要不回家 我也不回医院了 你跟我耍赖是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给你送回去 你欺负我 我 我 我就是想让你陪我回去多待几天 你连这都不答应我 你就陪陪我吗 哥 我这开车了 我这开车了 哥哥 你就陪着陪我几天好不好呀 我的好哥哥好不好呀 你就陪陪一个妹妹吧 好不好呀 好好好 我答应你回去陪你两天 太好了 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嘛 门坏了吗 真的是 他们回来了 我去找你 倩倩 爸 江阿姨 再吃肉 回来了 真好 真好 周叔 麻烦你把哥哥的房间也打扫一下 他这几天在家住 好嘞 好 也好 行啊 行啊 上去休息了啊 走吧 先上去 坐 好 这劲儿你该放点心了吧 总是这件事都怪我 我就应该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地盯着你 一刻都不放松 你看我这一放松 你给自己都弄残了 我说你少来 我在医院给你打电话 你可一个都没结过呀 我那不是着急找工作吗 而且是你告诉我的 女人应该要有自己的事业 不能总靠着承扬 不过总的来说啊 还是我的错 我没有照顾好人 你多吃点猪脑 好好补一下 还是你最好 你的那个唐总 在你住院的时候 有没有当好他的二十四孝男朋友啊 我没和他说 你没跟他说 为什么呀 我觉得都是小伤 而且他工作也很忙 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 不过出院之后我才跟他说 莫菲 你是不是脑子真的有问题啊 还是你之前就是脑残 取谁脑子 这么大个事 你不跟他说 你知道吗 男人 你一定要让他懂得 怎么怜向西域 那你得给人家机会呀 你这机会也不给 还浪费这么好的一个条件 你这不是白替人家妹妹挨杂了吗 我要是你 我非得让他全家都来照顾我 全家都来照顾你 我说你忙了过来吧 反正我不管 是你啊 好好地多吃点猪脑 这一盘猪脑 都是你的 好好补一下你的脑子啊 我这还没吃 我觉得 你还有酒 还没吃 现在就给你煮 你全给我吃了 冯冬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 我还没想好啊 我还没想好 我觉得呀 越早说越好 依我看笑语那个脾气啊 要是他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个消息 恐怕 他会误会您的用意 您说呢 你 也对 尽早让他知道也好 嗯 你 你